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月20日 已經是星期五 今天是大年29 明天是年30晚 大家可以跟家人團團圓圓 這一節想跟大家說說香港澳門的新聞 香港和澳門恢復了通關 現在每天據說 最多可以有1萬人去澳門 當然現在還未到1萬人 但是 相對於香港來說 澳門就好像市面上旺很多 我們有網友說澳門市面上很旺 賭場 遊客區 到處都是人 反而香港就很靜 香港靜成怎樣呢 通常商場就不算有很多人走 沒有那種 有自由行下來的那種感覺 即使是開關 他們感覺不到很多大陸人來買東西 有是有的 不是說沒有 不過感覺不到很多 即是很零星的大陸客 跟澳門相比 澳門就相對旺很多 內地客人 香港客人也有 即是他們有兩條水一起來 香港的情況就很特別 香港是一個輸出國 因為香港人不單止去澳門旅行 還要北上回鄉下 然後還有一些去了日本 然後就回兩個鄉下 藍絲的鄉下在大陸 黃絲的鄉下在日本 我們看到了 香港的市面 相對於澳門來說 覺得好像靜很多 人家澳門那麼旺 為甚麼香港那麼安靜 這個就是 一個輸出和輸入的問題 因為澳門本身是旅遊城市 它的功能主要是旅遊和娛樂 我們會看到 內地開放 人們第一時間 第一 會下去南方 暖的地方 第二 又可以娛樂 又可以消費 第三 澳門跟 其他地方不同 又可以倒 這個是最重要的 為甚麼呢 這節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為甚麼香港沒有人下來 澳門爆炸 我們說之前 記得大家支持六部曲 大家記得多點在節目那裏留言 因為你的留言是有助我們的推送率 當然我們希望經濟許可的朋友可以訂閱我們的Patreon 至於128號的網聚 我們名額已經滿了 沒有辦法再報名 下次我們會在倫敦搞 下次這個是三個月之後 四月份左右 我們會四月份搞多一次 到時會請一些 本地的英國的嘉賓來的 因為這次 本身也請了 不過他們的工作比較繁忙一點 我們會早三個月通知請他們 即是四月尾 估計四月尾 我們可能是去美加之前 或是去美加之後 到時再跟大家公佈日子 好了 我們說回香港和澳門的比較 香港 每一個地方都相對是正局 你記得傳統的遊客區 上水 粉嶺 上水 元朗 旺角 尖沙咀 荃灣等等 不算很旺 只是看到有部分的 旅客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網友 有個照片 真離曲棋有人排隊了 也是自由行的啦 香港人本身也不懂 大陸人不是說沒有下來 不過下來的比例是少 而香港為甚麼市面那麼冷清呢 原因 剛才也說了 因為香港 相對來說就是一個輸出的地方 大量的人去了 旅行 據說 我有網友看到在Facebook分享給我 他就說 去出境 即是在機場 出境的卡卡爆發 入境就沒甚麼人 即是來香港的不多 出去旅遊的多 出去哪裏最多呢 當然是日本 因為香港人去旅行 最好就是日本 一個星期就夠玩 歐洲太遠 美街又是探親的 不是玩的 東南亞要不就去泰國 東南亞 我因為我也不能去泰國 因為泰國危險 怕有太多共匪 為甚麼去馬來西亞呢 因為馬來西亞是英聯邦國家 英聯邦國家怎麼都不敢 這個出賣英國的 我相信 所以 我們是可以去馬來西亞的 也是熱帶啊 馬來西亞 所以 我們有網友在馬來西亞 到時我們已經約了 到時去那裏和大家吃一頓飯 好了 我們再說 為甚麼澳門會那麼旺 因為澳門 天氣暖 比起北方 我們看到 海南島的三亞已經爆發了 很多人 特意 開車去 也說要塞一整天 二十多小時的塞車 不單止塞車 飛機 那些酒店全部爆發了 就是因為 北方太冷 下南方過冬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澳門 也有很多旅遊設施 最重要是有賭場 這三年風控 很多人 在大陸 其實是輸了副身價 輸了副身價 我估計 這次一波那麼旺 主要就是這班人 他們過來 薄一薄 因為不只是花錢 去三亞那些是有錢人 還是在這個疫情 沒有甚麼受傷害 可能還有錢剩 所以去旅行 花錢沒問題 也算是被人砍 也算是被人砍 據說 物價升了幾十倍 大家都知道 海南倒筆 用來砍人 進去 吃海鮮 也算是被人砍 也算是被人砍 現在 澳門的情況就不同了 因為澳門不只是花錢 你有機會贏的 所以各大賭場也很旺場 每一間 金沙 永利 銀河 然後就是威尼斯人等等 全部都很旺 據說 是唯獨是那些 普京人那些 相對靜一點 可能是交通不便 澳門的情況 跟香港的情況 的確有別 現在 很多人我們都認為 這一波 就會過去大量的去澳門賭錢 因為 如果能打贏 回鄉 就可以賺錢 就可以搞定 搞不定 在澳門 有機會他也覺得 不了結了就算了 我覺得有不少這些人 接下來會不會持續呢 過完新年之後 看來就難持續一點 始終 到時都會靠香港人 因為現在初初開放 你不可能被澳門死的嘛 一定要養住 中央的政策是要養住澳門的 養住的意思是不能讓你太胖 但是也不能讓你餓住 因為要來做示範單位 留住外資 就先騙住他 騙住外資 也是其次 最重要 是可以養住澳門人 令到澳門的失業率不會那麼高 香港有另外一個方法 因為 香港本身 它的經濟規模相對成熟 所以 他就不用管你那麼多 失業政府會考慮的 而且香港 也是 失業率 不算很高 就業的人數也多 所以 最多是 人們選工來做而已 很多工都沒有人回到的 請不到人 現在我們看看市面 香港會不會好轉呢 隨著過年之後 我相信 過年之後的香港 其實 是會比人家更安靜的 因為內地未必會有很多人下來自由行 但是香港人 上去大陸過年那批 尤其是那群藍絲 因為他們才會回大陸過年 回大陸過年 回到來 不知道會不會大規模感染 因為 據說那些動車 高鐵 所有的車 全部都是一種聲音 整輛車上面 不是言經共共 不是叫賣聲 是咳聲 全車都是充滿著咳聲 回到大陸 我想 香港這班探親的朋友 這班藍絲的朋友 我相信 他們確診的機會很大 香港人是相對好一點的 不過 如果他們是新移民 他們的體質其實跟大陸人分別不大 他們感染的風險也比大陸人大 可恨 香港人相對好一點 所以你看到了 現在確診數字跌了下來 雖然我們也覺得匪夷所思 原因是什麼 政府都取消了所有的防疫措施 中了我也不報了 所以數字上 可能是存在很多的 不差也未定 如果過了年之後 大量的人在大陸回來 他們可能真的感染了 可能真的病 會不會有一波高峰呢 不敢說 不過 遊客方面 我覺得香港就不會很多 因為主要的 他們要去 要不去澳門搏殺 要不 香港又找不到工作 所以他們也不會來香港 可能 可能 賊人也減少了 因為跑了很多有錢人 跑了很多有錢人 跑了很多 純粹 下來斬樹 斬那些羅漢蟲 所以我們比較一下 香港 澳門 情況的確是大有分別的 不過 過年之後 我更加體貪香港 澳門有的島 始終都還會撐住一段時間 香港反而 市面零售 應該也沒有什麼復甦跡象 很多人是一廂情願 以為 通關之後就會好 結果香港 通關之後就第一時間走了 留在香港消費的不多 如果在香港的朋友 你們 可以隨時報名 香港很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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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想關注一下 現在的放題有沒有客人 自助餐多不多人來吃 那些餐廳是不是現在只有高價餐廳 有人吃 低價兩餐飯 有人吃 中層那些全部都沒有人幫襯呢 大家做一做 我的臨時記者 把香港的情況告訴我 或者可以拍一些片給我們 最後希望大家可以 支持六部曲 訂閱我們的Patreon 網聚 我們已經爆發了 謝謝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每一節都可以多點留言 拜拜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 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暗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拿回暗金了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裡住 都覺得挺方便 我們 我們在這年紀裡面 已經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有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這個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以及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你 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會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接下來怕封網 尤其是可能Youtube上不到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本來VPN也是這樣使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影片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